2021年在德國西部城市比勒菲爾德 有一對在網路上認識的男女朋友 兩人見過幾次面也發生過幾次性關係 女方有點暈船 但是男生沒有想要進一步發展成長期關係的意思 怎麼辦呢 女生想到的方法是偷偷把保險套剪個洞 如果能夠順利中獎就可以叫男方負責 不過事情並沒有想像中的順利 女生並沒有懷孕 但他騙男生說自己懷孕了 還跟男生說自己偷偷把保險套剪破 這名德國男子聽到這件事情之後 就決定控告對方性侵 官司的結果是什麼呢 在來之前 我們先來認識保險套的歷史 在西元3000年前的希臘神話中 就曾經出現過和保險套有關的敘述 希臘神話中的宙斯和歐羅巴公主 其中有兒子叫做米諾斯 他在當時是希臘克里特島的國王 據說米諾斯的精液含有蛇和蝎子 哇哦 所以他只要和愛人發生關係 另外一半就會死掉 為了保護米諾斯的政公 帕希臘可以生下後代又不會死掉 米諾斯和帕希臘發生關係的時候 要隔著山羊的膀胱 這招真的讓帕希臘不被米諾斯射出的 蛇和蝎子咬死 還成功替米諾斯生了8個孩子 不過這個故事如果發生在現代呢 應該會變成一個噩夢 戴了保險套還讓另外一半懷孕 在古羅馬文明當中呢 我們可以找到當時的人呢 會將羊的膀胱腸子或者是亞麻製成的套子 當作保險套的說法 但有保險套這種東西不代表大家就會用嘛 保險套再次受到重視 和梅毒在15世紀末期傳入歐洲有關 當時正好是文藝復興時期 義大利解剖學教授法羅皮奧 曾在他的著作《法國病》一書當中寫到 使用亞麻製成的護套套住龜頭 再用絲帶固定 使用唾液潤滑 如此一來呢 就能防止感染梅毒 法羅皮奧當時還找了1100名男子進行實驗 證實這一招是有效的 順帶一提 書名的《法國病》指的就是梅毒 這是義大利人的說法 法國人呢就叫梅毒是義大利病 總而言之 保險套在當時主要是用於性病防治 而不是為了避孕 有趣的是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在那個多子多孫多福氣 或者至少覺得帝王有很多孩子 也很理所當然的年代 英國查理二世卻擔心自己私生子太多了 所以找了一名醫師幫忙出點子 這名醫師想到的方法 就是用羊腸做保險套 所以有一種說法 認為保險套一詞的英文 Condom 就是用這個醫師的名字來命名 雖然保險套逐漸受到矚目 但保險套在這段時期 主要還是上流階級的人才會使用的東西 原因包括保險套在當時 可能還是一種奢侈品 窮苦人買不起 也可能是因為教育程度的落差 導致多數民眾並沒有用保險套 防治性病的觀念 這種狀態要一直等到19世紀 發明出了橡膠製的保險套才有所轉變 1839年 故特意發明出硫化橡膠後 就有人想到可以把這種材質應用在保險套上 隨後又發明出乳膠材質 讓保險套價格更低廉 帶起來的觸感也更不錯 乳膠製的保險套很快的就取代了 傳統使用動物製成的保險套 這裡要插播一則和保險套有關的小知識 你知道保險套其實和戰爭也有很大的關係嗎 前面提到保險套在歐洲受到重視 和煤毒傳入歐洲有關 所以早在17世紀英國內戰期間 當時的查理一世國王就發現 他底下很多軍人不是戰死 就是因為感染煤毒而死 再這樣下去就沒有足夠的兵力 所以當時就有發放動物場子做的保險套給軍人 希望能藉此降低士兵染疫而死的機率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德國也曾發放保險套給士兵 美國和英國則是為二不發保險套給士兵的國家 結果就是一戰打完之後 美國內感染煤毒和臨病的人數暴增 有超過40萬人染疫 讓美軍在二戰時不敢不發保險套給士兵 這樣做除了有性病防治的功能 在戰場上遇到了突發狀況 橡膠製的保險套防水又有彈性 有些士兵會把槍口套上保險套來保護槍枝 或是手邊沒有膠帶的時候 可以拿保險套來應急綁一下 可以確定的是至少到越戰期間 美軍身上都還會背著保險套 以美國為例 美軍在一戰認識到保險套的重要 這也是間接讓保險套不再是見光死的秘密了 不過美國在1873年通過了《考姆斯托克法》 禁止民眾出版或散佈任何和節育、避孕 或者是墮胎有關的資訊 也不能寄送保險套等避孕用品 就是不能有夠的意思 這個狀態一直要等到1918年一戰結束後 美國法官才認定保險套可以預防疾病 民眾可以在藥局、報攤等公開場所買到保險套 就算到了20世紀 世界上還是有很多地方 並不是這麼容易取得保險套 愛爾蘭就是一個例子 1970年代在愛爾蘭 並不能買保險套和避孕藥 但只要搭個火車到北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 就可以買得到 當時愛爾蘭婦女解放運動的成員 就決定發起避孕列車 搭火車到北愛爾蘭買保險套和避孕藥 再搭火車回來 表達對現狀的不滿 這項行動雖然沒有立刻改變法規 卻為愛爾蘭的婦女運動立下了里程碑 到了1980年代爆發艾滋病 當時很快就發現這種HIV病毒 是透過提議和協議傳播 所以發生細行為的時候 只要保險套有戴好戴滿 就可以有效防止病毒入侵 保險套也因此成為了全球愛滋病和性病防治的重點 全程佩戴保險套才是安全性行為 英文單字 Stealthing指的是在性行為過程當中 騙另外一半自己有做好防護措施 但其實沒有戴套或者是偷拔套 2019年一篇發表在女性健康問題期間上的研究指出 有12%的女性都表示曾經遇過性伴侶偷拔套 有10%的男性坦誠 自己曾在未經伴侶的同意下偷拔套 偷拔套不僅會讓另外一半暴露在感染性病的風險當中 也可能會讓女方意外懷孕 這種行為在英國、紐西蘭、德國都屬於性侵犯 但是要起訴偷拔套的人很難 理由是很難證明加害者的意圖 他是真的故意拔套 還是不小心的 去年的美國加州規定只要在性行為的過程當中 沒有經過同意就拔套 不僅不道德還會觸犯民法 受害者可以要求偷拔套的人賠償成為了全美首例 加州州法採明示訴訟的方式 局勁責任就不像刑事案件這麼困難 要不要求償也是取決於受害者而不是檢察官 說了這麼多終於要解開節目開頭故事的謎底了 告德國女子偷拣保險套的男子勝訴 這個案例之所以很特別 就是因為在過去多半認為在性行為的過程當中 偷拔套的一定是男方 不過這個案例卻是女方撿破保險套 連法官都說 這個案子將寫下德國法律的歷史 男生在不知情的情況底下無法使用保險套 也適用這條法律 這名語訊最後被判六個月緩刑 只有對方說YES才是YES 沒有取得對方同意就是性侵 在性行為過程當中 未經伴侶同意偷拔套也不行 保護好別人也是在保護自己 假設你傷害的在內地有 生法民效果的台革命也有什麼相反 分享在下方留言和我們說 好看來的節目 今天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看到你們 你們早在聽Light Today的官方中好 其實要帶你老衝有的新聞 包含兩者節目 退送到人的書記在背後 沒有看到 當Light Today的跪跡欄目在背後 就會安議送一個報告 小發明大革命 我們下禮拜六再見 我們下禮拜六再見